请进 董事长 这是今天应聘人员的资料 那今天应聘了多少人啊 大概有20多人 不过有一位应聘者的情况比较特殊 特殊 对啊 董事长 就是这位 他呀 考上了清华大学 不过他没有去上 直接来我们公司应聘 刘慧慧 这个人挺有意思 你把他叫过来 行 董事长 我这儿就把他带过来 那你去吧 行 董事长 来 董事长 这就是刘慧慧 董事长好 你就是刘慧慧啊 听说你考上了清华大学 怎么没去上啊 董事长 我是考上了清华大学 可是我家里面的条件太穷了 所以我选择了放弃 而且我父母身体不好 一直在医院住院 这虽然学校里面也有奖学金 可是那点钱远远不够啊 所以我就选择出来工作 我贴家用 原来你们家这么困难啊 这可是清华大学是许多学子 梦寐已去的学校 你要是不去上 不会后悔吗 董事长 我当然想上啊 我做梦都想 可是 要不这样吧 你大学的费用我来承担 而且啊 我还会以阳光待遇 每个月发给你工资 董事长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董事长 只要您能让我上学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我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你毕业之后 要来我公司上班 董事长 您放心 等我学成归来 我一定好好报答您 报答公司 那行 李秘书 你带着刘鹤沛去财务办 把手机走一下 行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去吧 这没想到 我们公司 还能招到这样的人才 这可怎么办啊 林秘书 你怎么回事 去我办公室怎么不敲门 你还真骂你自己 当成董事长了 现在你连公司都发不起 还白什么董事长的谱 林秘书 你这是讽刺我吗 我是干预落魄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还弄紧下石 你还跟我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我呀 是看在咱们多年的份上 我才叫你一声董事长 我问你 这我的公司什么时候给我发呀 林秘书 我这前两天不是说过了吗 等公司好转了 我就立马发给你 算了吧 你骗谁呢 你的公司 现在已经被冻结了 现在这公司根本就没钱了 这我今天呀 就是来找你辞职的 赶快把公司发给我 林秘书 你能不能还我两天 我这真没钱 等我有钱了 我立马就把公司发给你 行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再宽限你两天 两天以后 我要是再拿不到钱 咱们呀 就法院见 哎 林秘书 这 这当初我有钱的时候 他对我百亿百顺 现在我没钱了 他就这样对我 这不行 这不能这样下去 我得想办法 喂 王总吗 是这样的 我最近公司出了点事 急需用钱 你看你这边 能不能借我点钱 你放心 等我公司中站好了 立马给你 喂 喂 王总 这人呀 只有路过的时候 才知道谁对你是真心的 钱啊 这都两天过去了 我的公司呢 李秘书 你能不能再还我两天 这钱啊 我还没有找到 等找到了 立马就给你 你怎么还叫我李秘书啊 我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我呀 就实话告诉你嘛 我就算再给你两天 这个钱呀 你也不一定能借到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还问我什么意思呢 我说你聪明 你还真是傻呀 你还真是傻呀 我实话告诉你吧 咱们公司啊 给刘总签的那个合同啊 它就是无底洞 怎么填呀 它都填购买 你 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老刘的卧底 这亏我啊 还对你这么好 什么卧底不卧底的呀 你说话 别这么难听 这我和刘总啊 都已经商量好了 这家公司啊 以后就是我的了 李秘书 你默默你自己的良心 好好想一想 这些年 我亏待你了吗 你是没有亏待过我 可是啊 这人啊 要往高处走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赶紧给我拿钱 你要是拿不出来钱啊 赶紧卷铺盖走人 这你以后啊 要是给我当个秘书什么的 我赞钱啊 可以收留你一下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还不赶快走啊 谁啊 进来啊 董事长 你是 刘慧慧 是我 董事长 原来你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高材生啊 你个穷丫头 怎么来这里了 李秘书 是这样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学业了 我今天回来 就是完成之前咱们的约定的 我今天来啊 就是来入职的 还入什么职啊 现在这个公司啊 已经换人了 还有啊 以后 请别叫我李秘书 请叫我李总 什么李总啊 董事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慧慧慧 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公司不行了 你现在学生归来 还是找一家比较好的公司去发展吧 董事长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当年我是答应过你的 等我学生归来 就来您的公司来上班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现在公司欠的钱太多了 已经拼临破产了 董事长 那请问您这公司欠了多少钱啊 哟 你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怎么那么大的口气啊 你想踢大环呀 你要是想踢大环呀 那我就告诉你 两千万 两千万是吧 有 我告诉你 这张卡里面有两千万 哟 还两千万 我看啊 你这个卡里有两百块 都已经不错了 我告诉你 这张卡里面真有两千万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啊 我就出国留学了 有一家泰国公司啊 看到了我 他们呀 愿意出两千万 收获我的专业 等我回国之后啊 我发现 董事长的公司啊 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偷偷的调查 我发现 原来是你 从中作梗 是我就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告诉你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调查 一些重要的证据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还有 刚啊 你和董事长的对话 我已经录下来呀 你啊 就等着法院的材料吧 什么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啊 我告诉你 你的这些所作手呀 你一定会是付出代价的 董事长 对不起 你就看在 我们这么多年的 焦情的份上 你别让他去法院 告我行不行啊 你松开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啊 到此为止 我以后啊 不想在公司看到你 你啊 跟我走 好好好 谢谢你董事长 我要马上走 董事长 像这种人啊 不能轻易放过他 灰灰 算了吧 毕竟啊 他也跟了我这么多年 灰灰 你现在这么有出息 也没算辜负 我对你的资助和期望 董事长 你过奖了 不过 有件事啊 我想跟你说清楚 灰灰 什么事啊 董事长 其实 这张卡里面啊 没有两千万 只有五百万 不过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五百万 已经足够给咱们公司的员工啊 发放工资 而且 咱们公司也能正常运转 董事长 这钱啊 您就收着 真是不好意思啊 董事长 我刚才啊 不是有意骗您的 灰灰灰 这您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这个钱啊 我不能要 董事长 要不是您当初给我的帮助 也不会有我现在的成就啊 现在公司遇到快难了 也是我报答公司的时候了 这张卡 您收着 董事长 董事长 你也别灰心 我相信 你一定能东山再起的 这经过咱们的努力啊 这公司啊 一定能好起来的 灰灰啊 这我啊 相信你的能力 董事长 咱们呀 先把员工的工资给发上 然后咱们再一起 去灰灰那个刘总 行 灰灰 走 走